我們第一個要跟各位講的就是我們做的那個實驗 食鹽跟沙的分離 以前叫粗鹽的精緻 不過因為粗鹽不容易弄到 我們現在就是弄一些沙子 來這樣做 然後我們第一個就是 這個裡面有沙子 鹽跟沙子混在一起 我們丟到食鹽裡面 然後食鹽會溶 然後我們的沙子不會溶 然後就透過一個濾紙 我們把它過濾好了 這個圖上面顯示的事情 有你怎麼到濾液 各位對不對 還有一件事情 那個漏斗井做了些什麼事情 貼緊了燒杯壁 為什麼 當然我們會看跟各位問 然後呢這樣子 溶的就過濾下來了 然後就通過了 上面留下不溶的沙子 所以這個方法叫做溶解過濾法 我們說是利用溶解過濾 把它分離 然後呢分離完之後 這個濾液就把它倒到蒸發呂裡面 然後就去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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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到那個水就跑掉了 然後鹽巴會結晶流下來 所以這個方法我們叫做蒸發結晶法 使你有肺體的不同加物質分離 用肺體的不同加物質分離 OK 這就是我們 那麼在這個實驗的步驟裡面 我們有幾件事情 低一點點的濾子 還記得嗎 濾子要怎麼樣 對折在 對折 然後要撕掉一小角 還記得撕哪裡嗎 蛤 還記得有人嗎 叫我撕下面 我以前剛剛有些人說 只在撕下面 只會被你弄 一整個過去了 好 那 這個 撕掉一小角 為什麼要撕掉一小角 要避免翹起 避免翹起 然後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的漏頭頸要貼緊燒飛屁 為什麼 避免律律漸起 我們順著撥棒道 其實目的也是要一樣 就是不要讓那個東西到處亂 撒 亂噴亂漸 能夠比較順的這樣下去 所以那個目的是一樣 目的是一樣 所以我們要漏頭頸要貼緊燒飛屁 目的是要避免育疫 漸體 然後呢 我們過濾完之後的東西叫做食鹽水 所以它儲物才是混合物 它是混合物 它是混合物 OK 所以我們要知道它是混合物 有人會問說它儲物才是混合物 它是混合物 它是鹽水 然後呢 我們在做食鹽水 放一個漏斗 有沒有 因為你到時候 鹽巴可能會噴嘛 就噴 因為它到處亂噴亂灑 然後呢 同時呢 漏斗它有一個洞 所以可以讓我的蒸氣 可以跑掉 這是一個小事情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來講我們的溶解過濾法吧 這個 是要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我們說要怎麼樣到綠疫啊 我們請 可愛的 美麗的 聽進的 二號 原則播放道 為什麼要原則播放道 別人到處亂噴 然後我們說綠子要怎麼辦呢 綠子要怎樣啊 帥哥 帥哥男 對方好像沒有三七號嘛 三二 三二 你又要站起來微笑了嗎 你說什麼 你要講前面要幹嘛 再撕掉前面要做什麼 折腳 折腳我這樣教的嗎 對折再對折 撕掉一小腳 為什麼要撕掉一小腳 沒有啊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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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翹起 這裡要注意什麼事啊 剛剛有跟你講啊 要注意什麼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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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露斗警要怎樣啊 台湾小女生7-7 貼緊漏斗臂,不是吧? 我是漏斗啊,怎麼會聽漏斗臂? 聽你什麼? 你這對看錯了,講錯話了 燒杯臂 對嘛,不是他碰到燒杯啊,怎麼漏斗怎麼碰到漏斗? 漏斗緊要貼緊燒杯臂,為什麼咧? 為什麼咧? 26號 26號 26,快點啦 快點啦 你說什麼? 剛才講過了 5 4 請坐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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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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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谢谢观看